郭强 运动员何李亮 赵汝亮 二号台裁判员李沛 运动员肖祥宇 寇燕琪 三号台裁判员杨粉 运动员尤晓彤 刘义琪 四号台裁判员刘宇 运动员李小宁 梁石渝 五号台裁判员温馨 运动员张兴奇 贾浩晨 六号台裁判员张月秋 运动员陈霜友 深思 七号台裁判员何秀红 运动员张俊辉 苏尼日 八号台裁判员冯雅琪 运动员郑博阳 刘欣 九号台裁判员张建国 运动员运动员张幻婷 金骏 十号台裁判员张兴兴 运动员赵若彤 西守新 十一号台裁判员龙飞 运动员斗可欣 冯泽源 十二号台裁判员傅一冉 运动员好建东 张蓝天 十三号台裁判员刘法恒 运动员祖贤易 王露奇 十四号台裁判员张义 运动员运动员梁志松 刘淼 TV二号台裁判员玉林 运动员张坤鹏 舒适松 TV一号台裁判员王航 记录裁判员张晓 秦一 运动员石汉清 陈哲 现在比赛开始 陈哲你好 石汉清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石汉清获得开球选择权 2022 乔士碑中式台球大师赛 甲级分战赛 海口博梦战 第二阶段 败者组 最后一轮的比赛继续 现在镜头给到特写的是 天津的石汉清 对阵来自山西的陈哲 比赛是抢九 一百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比赛依然是由苏新元和张庆勇 带来评述 对 那本轮次过后呢 将决出全部海口博梦战的 甲级分战赛的64强 没错 明天上午10点 单败淘汰 比赛开始 对 比赛开始 第一局 石汉清开球 两位球员呢 都是职业斯诺克出身 后来也是中途转到了中式台球 对 张志导应该对石汉清还是比较关注 对吧 在斯诺克战场我说的是 你那个时候带着神崇洋 对 打比赛的时候 总是能碰到石汉清 石汉清啊 像这个 现在在国外打球 赵安达 包括现在这个陈哲 曾经 还有这个以前李延 李延 包括这个刘欣 以前也有好几个 有这个山东没有大连 然后还有这个早 再早一点 对吧 那个在国外打这个田蒙飞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都有个别人在国外了 然后有一些少数还没有去英国的 在国内还打这个青少年锦标赛 或者后面打这个外卫赛 石汉清里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他在有一年 大概是这个 06年左右吧 05左右这样的一个 北京那时候有叫投奔自火 这还真是 这样的一个朝阳的一个俱乐部里边 有两个比赛 一个斯诺克比赛 一个中巴的比赛 然后最后里边是这个 我印象里这个 中巴 好像 哈宇是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男子这边是一个 被让分的 跟梁文博 梁文博应该让了他35分还是30分 好像刘建军还是什么名字 记不清了 然后我说这石安清在里面有一场比赛 打了一杆不错 打了一杆120多 那个时候的石安清瘦瘦小小的 可不 就像我们在这个06年北京华尔轩的这个乔士卑的总决赛上 差不多就那个样子 因为那一战的话 这个石安清是拿了北京华尔轩的这个分战赛的冠军 冠军 对 但是那全年下来是 实习是黑霸王 这个是0506 这就像十六七年前了 对 还有像孙宏瑞 以前瘦瘦小小的 老西在南方打一些比赛 国内反正大部分的这些教练员 定期都会去带着学员去打一些青少年锦标赛 年龄大一点的话 打这个正常的外卫赛 成人组 那个时候比赛也不算特别多 不算特别多 有时候说 对 五千八千吧 有时候说的一年要打四战 但是有可能打一战第二战没有动静 真是可想是那个 辛酸的年代过后 谁能想到我们的中式拔球 中式台球 乔士卑的比赛 奖金额总全年下来 两千多万 总决赛五百万 对 一个分战赛 超级分战赛三十万 是的 甲族比赛十万 真是 特别好的一个年代跟时候 感谢时代吧 感谢赛事 给了这些球员机会 对 厂家 给了这些平台 以前说这些数字 都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 吃人说梦 十万 不可能 一万有时候都不要想 八千都很高了 早期这个在 00年左右的时候 成人的外围赛亚里边 阿波拉姜 嗯 好像这个什么 马之宇啊 徐然呢 这都是 前辈球员 王小倩 雷雷涛都是后期了 叫了一个小面 对 那还得弹裤啊 是 弹裤 把下面来叫 对 低干右赛 五号就下边 边裤 看力道 嗯 白球没贴骨 嗯 成功率还算 还能有一定的保障 上一场比赛 郑宇博有一个 类似的 白球贴在裤边上 就差了很多 是 第一局 陈折胜 比分 1比0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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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陈哲开球 中带进一颗 球堆凉凉有 成球堆的 对 升球堆凉用 第二尾 用写部分 含着 凉凉 凉到 一打一顶 顶开红三右上也够下了 下边这个六七问题还是比较大 它是一个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衔接球 对 从上往下来呢 比如说我们假设六号球右边底带15枚挡 有机会到时候可以去打六 去调整K8跟七号球的位置 不好了不好了 这个顶上去之后四号球的角度也很小了 可选择击打的这个范围就很小了 你要打五要往上很多 往上很多白球就离枯边近 离枯边近就不好下干法 而且你往上多的话 四号球变成一个大的角度球 基本上它的这个整个的思路也是利用四 右上 自拍就走一个N字形或者Z字形 对 下来 好的 提杆先下来了 先下来 还别说 有下的话这个位置还可以接受啊 然后陈车也在看八九缝隙里的七号球右上角啊 这球有下的话较直在高杆往上推 还有点角度大 看要不要用一些左侧的旋转啊 有 高杆 要发力啊 最好 最好位置还有十跟十二中间那个区域里啊 白球跟过去 可以 手感相当不错啊 我继续推左上 白球从上方下来 可以把左下角 好 好 谢谢 好 好 好 哎 好 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出竿 后面有一个花色球 手架不算特别舒服 放到台帮的话 等于就是球竿往前延伸的那一部分 会比之前平时练的时候要长一些 第二局 陈哲胜 一分2比0 开修星牌 谢谢 谢谢 第三局 陈哲胜开球 进球是保证了 但是白球这个位置 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位置 上来需要拼球 并不算是保证了 这个球呢 6号球擦中带啊 拿捏好力度 如果有把握 可以说顶一下 还选得绕 它这个角度 那还是可以7.1 怎么样 这1号都得顶一下 先解决到其中一颗 请订阅一会儿 这1号都得顶一下 这1号都得顶一下 第1号都得顶一下 我说 这1号都得顶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不太是 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 这1号都得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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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2号都得顶一下 顺势再把对方的球顶到顶裤上 那两个难点去解决了其中一个 那么现在就要考虑 左边边裤这颗 就现在来讲 如果说打左上方右吧 我就单独叫吧 你打进左边边裤这颗之后 右边中或者说右下这边 它都可以打 对可以先接 好两裤过来 10号角度 也可以 合适就顺势高杆一顶 有点薄 还不错 还好 你点向下角度中低杆东边扣起 还是向下 这个线路就是最起码两条 就是高杆和低杆的区别 高杆就是左赛 低杆就中低杆右赛 一个是从左边两裤 一个从右边走 这也是个人风格的一个体现 对 左上方 就是左边下方这颗边裤球 是按照一般的中式球员来讲 先处理掉打扮之后 再衔接也是一个路子 陈哲那边斯诺克出身 他更喜欢穿插 绕裤 是吧 风格不一样 觉得自己白球有把握到哪儿了 第三局 陈哲胜 比分3比0 谢谢 谢谢 第四局 陈哲开球 嗯 左中啊 镜得非常不错 你就看看这个花色 上半台的应该还不错 这个局面支持从上马下就打了 对 按方向来就好 下半台也挺好 嗯 10 14 11 灯下来之后 稍稍得有一点点多啊 加盖 看个位置啊 低杆横向一走 角度如何 还是高杆 这就是量一个正常的角度出来 这就还是说12号别叫太大啊 比如别叫太薄 还可以 放下很清晰啊 对 嗯 暴停啊 好 我把握先奔着这个右下方11来 是 稍微有点大啊 嗯 稍微的大 这个球也要打 加低杆皮克黑发从中带上方 吃边控啊 然后再绕球台下来 10秒 延时 嗯 还要推 好球后面 要出事 力道稍微有点轻啊 这球 你看看解球 10秒 5 4 3 犯规 哎 有慢放吧 应该有犯规啊 自由球 扎杆 对 撞一撞九 感觉这个扎杆的高度不够啊 应该再来一些 是 挺难打的这个球 就他离得太近了 这个二号球 就有点那种 类似于垂直 嗯 身体整个靠在台标 那种打 类似于花式的那种扎球 再放一杆 这是示范节目的特点 聊过 这位球员啊 特点先明啊 绝对不会轻易的去拼一些 比方把握性不大的球 拼了一段强翻 没翻进 拼了一段强翻 拼了一段强翻 好 这边拼了一段强翻 局面打开 左上方一个红三半铁扣 现在看黄一啊 第二回退一点 先把五号左边终带打了 然后打气向上 再低杆一点 嗯 角度不错啊 直接中低杆往上 四号左边或者二号也可以 这个情况二号的右中是没有的 嗯 一直不算好啊 二号肯定是不好打了 推四叫三 然后三叫二 二中带没有的话 要换个带口 你是有意的留了一个小反角啊 对 下低杆吧 叫二号的右上角 叫二号肯定是好 他在这边 拿着 添加一下 我来说 他说的 他说的 我来说 吧 他说的 稍微抬一点后手 14薄右上翻左上 10号薄右上下高杆 彻底裤往上兜14 这个确实挺难打的 要成了的话绝对是 就一下一了 对一薄一勾 第四局 十汉轻胜 比分1比3 谢谢 打击机告诉他们 打球一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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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五局使汉清开球 开球时机 继续积到 右上方推弹起 力道稍轻 又变成一个有点大的角度 那么可以继续的从黑八右边过来 还好局面没有什么太复杂 对 你最久比如说 黑八过来不撞15或者顶正都可以 撞一下15号底还可以打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一看这个10号了 15这些是没问题的 登过来 左边下方 13号球 再确认一下10号右边中带的位置 个球尽量打厚一点 最少打一半 小低端直接往画面右边走 还可以 有把握推进 往右边叫 刷着左面中带 角度也合适 有微微向右 有微微向右的角度 给点例如编故出来 也没问题 角度合适了 对 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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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盖一登 中底盖一点 把握一打 第五局 陈哲胜比分 4比1 陈哲 4比1 谢谢 xxx 6比1 同岑 必须 失航 也好 很高 第六局 全折开球 第六局 全折开球 第六局 全折开球 滑色就更好一点了 上手打10 绕两个出来 15有勾也没关系 勾不到的话往上走 15左下方也能进攻 直接顶不算很好 现在右边刚好是12号 对边过期 然后避开期 稍稍立了点肝胃 就是逼他冲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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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了 看一下 够下就正常较位了 打厚点 这个九号劲 利用低杆横向向左走 因为有二 所以不太好 再往左边横向等 只能说尽量的低杆 往这个下方推一点点 然后用13这边 去考虑一下15 你是正常较 还是要不要去带一带 可能就是白球会跟目标球 你下一个目标球的距离 会稍稍远一些 好的 有角度了 最佳效果就是顶上方一半 白球边控弹起 15边控弹起 就千万别碰碰 两件之后15还定在那 是 就是双选 K或者是直接杆法 低一点的上方弹起 继续打底带 这个球不需要太复杂 这就会考虑的 想较位 但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再来吧 凝神一击 好球 这球是打的 水萝卜旧酒 嘎嘭脆 咖啪脆 到底什么那么脆 到底什么那么脆 就是一盘大罗贝 原来就是一盘大罗贝 好准 好准 2分5比1 开修前台 第七局 石汉清开球 第七局 石汉清开球 第七局 石汉清开球 第二剪定 8分钟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8分钟 3分钟 单色球入局 相对更简单 可以向下调整下方的六根三 也是安静临时的重新组织的思路 往上多蹬一点 排球啊 必须得过开球线 好的 这个位置可以叫小面 最后来排球弹底裤往上 三号就左下 也可以发立横向 从底裤往上叫三 自己选择这个角度问题 我们看的这个角度 跟实际上球员打的这个角度 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 失误了 打一顶 到这儿的话 贴到最边库的位置可能 它会有一个斯诺克的效果 10号天然屏障 对 好的 首先看包边 然后就是一个扎干左塞 好了 自然推14k10 而且这根力道就是不能太大 太大容易吸固 k到了继续打 对吧 有清台 k不到呢 想办法再做 或者翻中 都可以 离着他右边的1511 甚至调好了15 还都可以顶一下 对 但这个结合最后白头落位 可以过来k 好的 好的 这就出来清台面了 今天 吉吉国王的 吉吉国王的这个控球 吉吉国王 这个折子 说一说吧 这个折子 这个吉吉国王是什么情况 这是那个 什么 熊大熊二吧 熊大熊二 这个里边有一个角色 叫吉吉国王 对 就是这两个集吗 就是两个 就是这两个集 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都管 这个陈哲的昵称啊 也叫吉吉国王 陈哲 但是这个折 在我们上学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它是属于是哲学的 折的一个 一体字 有点类似啊 但是不同理啊 类似比如说 德云社的德少一横 比如说 壁蜀山庄的这个鼠字 是吧 那这个 这个积极的在这个 这个汉朝的当时的 这个许慎 所写的这个 说文解字里边 他当时解的是 代表着 他为什么通哲学的哲 是代表中国人的这个思维 叫做 上面是是 就是代表武器 口代表器皿 装武器的器皿 架子 两个武器架子 上面有两把武器 代表着中国人的这个哲学 叫做 这个指歌为武 指歌为武 代表着 代表着也是中国人 比如说土生人 人生 人生人 然后人到这个王 王到权 这么一个 道学吧 有中国的哲学在这 挺有寓意的 这个字 我以为是先兵后礼 我先跟你量兵刃 再跟你讲道理 对吧 下面是口 也没毛病 上面我有兵刃 是吧 也没毛病 所以这个哲字 以前很少见 以前最早陶哲 小时候 我们不认识 对 叫陶极吉 陶极吉 因为我父亲 语文老师 我就问他 他当时拿的是瓷海 瓷海 还有说本解字 后来解释这个字 印象比较深 后来在电台的时候 这个也是拿着 很多的汉语词典 然后他记得特别深 这个你要是把某一个 平时常见的 比如说贴的东西 给它分开 它就是一部分 比如说喜字 对 对吧 张天那个结婚的喜字 它是上半部 对吧 因为中国的文字 它是从象形文字来的 比如说以前的天 天 不是咱们现在这个 咱们是简体字 上面是个圆 下面是 下面是个天 是个圆 讲的是天圆地方 苏心圆的圆 你看那个负 财富的负 财富的负 上面一个宝盖 代表着是 你有一户 有一户 然后一口甜 一口甜 因为咱们是农耕文明 一户一口甜 讲的是这个 挺有意思 你看咱们那个镜子 安静的镜 右边一个针 代表的是 你越想针 你越要静 你急 着急的急 上面是一把刀 就是你越急 越危险 对 所以咱们这个 中国这个汉字 博大精神 真是 特别好 钱 所以为什么这些什么古巴比伦 这些文明流传到现在 只有我们东方的这个文明 中国中华文明 有道理的 对 你别说 还真是 寡夏文明 这个 这不是一般般的 真不是一般般的 上来就是一个稍微有点满路的进攻 因为这个角度小 对 你在兼顾准度的同时 还需要发一些力量 没错 蹬顶库 蹬出来 对 叫中带 跟没有似的 小伙子 这边打得非常有气势 6比1的比分 我们经常会说上劲的有点 对 7号球不太好打 这个左边的底带 从带口方向看 还是那个道理 近大远小 你看 从陈哲进攻方向看 就不一样了 他蹲在那里瞅了半天 从我们这方向看 已经是有一点点 就是 姜香铁 姜姜 一点点缝隙 推过去还是推顶 10秒 这个推顶就是注意力分散了 是的 多想着顶的力道 顶的位置 厚薄 上来 山青 擦了白球 放着静电 右边 好的 推进之后呢 先看一下左边13 然后右边11可以打 这里边10号球这个位置 左下应该也够下 这4没有完全挡在口 好 推胆起一勾 没勾正啊 勾正的话 笨中笨中带去还能够弄好 现在可以翻中带 好的 对 翻进突破了啊 然后右下方的11号 低竿 看这方向是不是也可以说奔底裤这边走啊 因为感觉角度可能会有点向下 向下可以高竿两处 没有问题啊 高竿挂一点左赛都可以 要过啊 好的 左上方12号 陈秋刚才你看中带失误 给了极度被动的石寒青一个喘息的机会 对 不然这一步炮火的火力非常足啊 是 咱们抢9的比赛 真是说1比7的话 这个就很难追 很被动的 轮番开球对吧 不是你可以去连续通过这个 个人连续乍青来玩场的 你要等着对方掉 嗯 那虽然你是 汉青是咱们分战赛的冠军 是吧 世纪赛的冠军 但是你没有局数去调整了 对吧 没机会 如果如果太多 现在中华的水平都很高 对 想这种中短局 或者叫中长局 也不好确定 嗯 选个带吧 基本上 居中的一个白球跟 八号球 嗯 左上 稍稍的 角度会小一点点 第八局 十汉金胜 比分 2比6 谢谢 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局 石汉清开修 小斤 损损局面 谢谢观看 好 右上 没有打进 没打进 陈哲右边 中带下方有一颗 三号角 五号呢也是够打 右边底下是有下的 主要就一上了这一杆 三号准度 中低端的登边扣起 八号就跑到左上方去了 对于双方来讲 可能你单身还好点 在前面 离得距离比较远 可以找机会去 较一些缝隙的位置 13 最好效果就传 从左向右 传12 然后把黑帮带出来 那就需要上手 先把这个10号跟11 14找一个特别好的角度 往上较这个白球 较到类似于这个 10秒 4号球 往右再往上 然后斜向了去 13 传12 白球 顶黑霸 给救出了 对 这就完全是一个奔着一杆青台的一个想法 想了个招 这就是施汉青 对 它就是分部 我不是说一定要一杆完成 我可以分两部或者是N部 好 我得打去撞 一打一撞13的右下角 这个就需要平准度了 打到这边 也是有挡带口的想法 打四 打四 又上去一个 双人拦网 我就是读你这黑八的 没读别的 双人拦网 我想起这个一张照片 你说 在这97年 97年 这个足球的这个法国世界杯之前的一个色试赛 四强赛 98年世界杯 98年之前97年的时候 但是这个罗纳尔多 罗纳尔多 大罗 外星人 意大利 当时是马尔蒂尼 马尔蒂尼 意大利的队长 后防线铁三角之一 中后卫一左一右 产球 外星人 等罗纳尔多 敢问来将何名 罗纳尔多 有人说了我叫苏新多 罗纳尔苏 我叫张庆尔尼 没事 反正是你要是真在这个甭管哪个平台搜我这个名 没准能真搜出来 张庆勇 苏新元 都可以 然后呢 这张照片就是在这个足球杂志里边 防没防住 防住 防住了 就是说球过去了 人给流下来了 人给过 人给流下了 一个强行的 一个强行的双人来往 球过 人不过 是吧 对对对 这个 我一想想 这个罗纳尔多 这个 迎面骨啥的 没出个什么粉碎性骨则是啥的 他受伤的是膝盖 膝盖的十字刃带 两次断裂 用招了 狠招 就把一个 那他大概有97年 那他也歇了很久 很久很久 他是一个爆发力 特别少人 身体柔韧性 世界足坛只有两个 就是说在这个近20年来以来啊 就是过门将 单刀球啊 一对一过门将 最多的 美洲的是这个罗纳尔多 欧洲当时是罗伯特巴乔 巴乔 对 这个 我好像听谁说过一个什么呀 就是好像是当时 那个记者还说 他好像罗纳尔多 好像是这个少数的 带球跑 比别人没碰到 跑的还快 对对对 对吧 跑百米会跑这120米 对 带球跑 比别人追 比别人没有球追 他还快 还快 犯规 没碰到 没碰到 又没碰到 二号本中带 现在这杆有青苔的机会了啊 规规矩绩绩叫位 规矩绩绩青苔 比如这杆我直接奔黄仪 或者是我就跟文档档交个三 因为这时候黑八已经在带口了 你这个三号宰哪已经不重要了 无所谓了 好的 比赛时间也过半 那你既然叫到一了 就一五三 购置就低杆 编过再往上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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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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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是所有女生都喜欢有腹肌的男生 很好 而且 这十个男生里有几个鸽鸽 每天都会坚持一件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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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局 陈哲开球 好的 暂停结束啊 继续回来看比赛 陈哲在前面 9级里边的发挥 也是非常不错 开球 中单的球 开球 进 而且白球 被撞回来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花色下方可以选 中单有单侧球 这盘要拿下赛点了 前面建立的比分优势 太大了 好的 你让陈哲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能够相对轻松一些 更专注的投入到球局当中 那么既然选了一个花色 这盘的角度9号稍显大 右边13可以去叫 这里边跟13有嫌疾的 比如说后面还有12号球 角度还比较正 第二点 好的 12号看这个位置 能否打完之后奔着下方14来 然后9号去衔接右上方的这样的一条直线的11是最合适的 然后反向又是个直线的黑八 刚好在我们经常说的叫对角线上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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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14用架杆就有些难度了 而且你还要稍微好一点的9号的中带 看看会不会退耳求其次啊 对吧 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先顾进好了 先别推那个啊 你这个如果说你让自己轻松一点 你后面肯定就会稍微难受一些 这台球就是这样 除非是都是特别简单 只要只要进了就有位 但不是啊 现在 还是先要打了个中带 那就变成一个14号球 看看这个位置怎样 看来比较直啊 低杆边裤弹起 不错 推顶都可以啊 你不碰它你就低杆横过来 关键看角度 还是要顶一下 还有问题 第十局 陈哲胜比分8比2 开球星台 谢谢 第十一局是安心开球 嗯中的进球啊嗯那么看看定颜色怎么样 稍稍有点小包围圈啊六号 十一青呢这些年 常用的蜂木现在也是变成了一个白蜡球员了 对就他用蜂木用很蛮久的啊 这个蜂木白蜡木的选择其实 更多的是个人喜好 蜂木没有见闻 嗯啊来了见闻 看大家对于这个蚂路的依赖性怎么样 最早接触台球的时候挑杆嘛 嗯在这个北京的永定门外 有一个文具城文具城啊 文具城就是卖点什么体育用品文体用品 一个楼一个大楼大楼里 我当时三楼四楼记不清了就卖球干的 当时带着我的那个老师啊就给我啊就说那见闻怎么回事 你都会停顿了一下嗯 你不停顿一下我就误以为别的了啊 没事我不会告诉弟妹的没事 继续怎么理解都行啊继续啊 她是个女老师啊继续 然后呢这个 当时给我灌输一概念 说纹路纹路 为什么要有纹路 它能瞄它是像一个视线的一个延长线 延长线 哎能够帮助你 瞄准对 最早买了一只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的 哎呦这可真是很少见了 二分之一的 现在很少见了 对 后来慢慢慢慢打 又挑了很多 后来最近拿了一根蜂 拿了一根蜂木 哦 又是那老师带你去的 那不是了 换女老师的 二分之一真的 你一说二分之一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有年代感 现在的这些斯诺克球员里面 目前啊我看到的 甭管是这个国内还是国际上的 就马克威廉姆斯 对 还在兼职的用那只 或者是那种款式的啊 他应该也有换过杆 而且我那个时候接触台球的时候 还有橡木球杆呢 没错 这您是前辈 橡木 棗红木 都有 上面戴一个塑料帽 同屋 那都是后期才有的球杆 是的 前面全是小塑料帽啊 然后这个 没有敲个粉拿粉笔 拿粉笔 敲个粉 防滑作用 有的是往墙上蹭蹭 对往墙上蹭蹭 墙皮 白灰对吧 那时候讲讲话了 把这个上面塑料帽上面那个 那也不是皮的 我感觉那就是什么 像这个皮油啊 或者是什么人造革 那是一个代替物啊 打着给它磨的稍微毛一点 对吧 咱再说一个年代感的东西 化石粉 化石粉对 每次打带球 他就做那个带口附近或者墙上 酸的一个面带的那种小袋 回来之后我爸老开玩笑 又揣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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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还真是啊 不太满意 听声音感觉也不太对啊 嗯 脚都有点大 有红三 这些不如你就孤注一掷的板十四打击好了 往下低杆下来左侧的旋转 正确让白球还回到这个类似的这个过中线往上一点点的位置 10秒 延时 打15 打15 看能否抓一个很低的干法 然后右塞强一些 嗯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考不考虑白球撞三的右半步 对 往上 薄边 但是这个就有风险了 有风险 因为红三弹边裤再过来 你有没有想这个事 对 弹边裤再过来 不冒险 对 直接我就准一干 对 真准 今天是库里附体 这干可以按你一个来 嗯 因为这一干就剩一个黑巴了 对 解红三右边包边吃顶裤再下来 比如说我这干法也不太高 稍微带一点的低干 然后可以挂点右塞 让白球尽量吃顶裤往右边走 今天陈哲目前为止打得是非常好 真稳呢 就是一个轻推吗 不球有功 但球无过啊 左下角再来一个吗 你这个球推 如果说进了那就啥别说了 好球 你不进 徐安清这个左边中带黄一打上方红三有机会再下来 四号球打右边底带 发力打了一根 哎 直接变成四号的优中了 好球 不打二号 这球 打完之后看上方五号的位置 没刮到 再下来两扩 这么打的话就要一根准度了 gord者 每天之间的小红相 所以是准备了 对 还要比起来 对 好球 管得过 也有观点 有就有观点 握手了 感觉石汉青在后面 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打起来说信心也不是特别足了 那么恭喜陈哲进入到赛事的第三阶段 那么石汉青就非常遗憾的 暂时告别咱们的甲级的分战赛 当然他后面还有超级分战赛 还有球员锦标赛 继续加油 那么今天所有TV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没错 让我们好好休息 明天上午10点 我们单败淘汰 再见 明天见各位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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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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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